陳怡涵極乃黨小三說 飆罵處女座男友渣男 欸 貝貝你看 陳大發會算命耶 早就預測自己的男友會被抓爆 跟叫我五年的髮型設計師 一把情味料 更大發成了現成小三啦 天怕 她男友是曾給她公主抱著那個湯嗎 喔 不對 蛤 但她今天在北京宣傳芯片 壞姐姐支持嗨婚聯盟平滑手機 心情看起來還不錯耶 是因為即時新聞點禮超高的嗎 總之啊 全程都在等陳怡涵回應 如果生活當中有人拆你的婚 你會反抗還是會順從被拆呢 那要看有多愛那個人了吧 為什麼說這句話時候要看見怡涵呢 你剛剛看見我的時候 想說怎麼辦 我回應什麼嗎 結果她一路裝傻 你男友去腿是真的假的 不好意思我們還是 我每次去腿的地方抱歉 不好意思啊 說一下嘛 說一下嘛 你還那個之前傳說是你男友去腿 真的假的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要嘛就三間齊口 唉 她還能說什麼 其實啊 大發超氣的 一早接受違反問句句代詞 有粉絲問 處女男渣還是雙女男渣 她回應都渣 沒有人問她 為何處女座勝入 她說 因為我今天跟處女座不合 那還還是單身 她說 因為我不會嘎頭目 啊這指的不就是髮型師EVA嗎 憑鬼讓賴 所以她今天指事業線是要向誰示威嗎 報道